等着啊 等着 等着又给你吃 等着啊 乖啊 听话啊 不许老叫 老叫不用扫孩子 来的你过来就好 上 上 我这个要说救助啊 得有二十多年 还上班呢那会儿 小区经常伤害流浪猫 流浪猫它不是影响人家睡觉吗 老浪猫嘛 所以就从那开始 我就为流浪猫 然后给它们做教育 有受伤的什么就给它们上医院看 大医院 流浪狗流浪猫 我又同时都救了 刚开始啊 还可以领养 后来呢就救的比较多了 不是寄养的什么 宠物院的宠物店 所以我太高 最后我自己就见了个小医 我自己救的 也有朋友救的 是我的的 那个受伤的 还有病的 好些都是遗弃的 主人不会上狗证 然后给修了它 我们家一共养过五只小动物 然后现在 在家里共有四只 它的情绪是跟小孩一样的表达 它不是狗 它是被人在一个大雨天 然后在小区的车底下 然后给救助了之后 然后送到领养的小院 宠物学校去领养小院 借了几只叫巨狗的时候 然后把它借去 就是因为它的学习能力太强 智商太高 它们觉得如果再放出去很可惜 发了这么一条 刚好我看见了 就是完全是我的四个孩子 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 就是和自己的小孩是一样的感觉 哇 它们是好朋友 它们两个好朋友 那你跟谁是好朋友的 我把一年十一月的时候 开车在街上的时候 看到前面的车都在刹车 然后就看到一个脏兮兮的 已经像拖把一样 脚骨木从前面跑过去 车开到后要前面停下来 就叫了它一下 之后它就缘分吧 就过来了 就贴着我腿靠着 就这么坐着 就把它抱到车后座上 一上车后座就睡着 实际上全部都是狮子 两只眼睛的白内障非常严重 我想那流浪那会儿 应该也吃了不少苦 什么地方也看不到 估计东西也捡不到吃 但看它那么年 我就回来想自己养吧 就一只臭孩子 就这么跟我养下来了 已经有六年了吧 14年的时候 在朋友圈看见有人发 那个一大车狗 然后说 这些狗都是被屠宰的 然后准备开往东北 然后希望有好心的人来支援 过去以后 当时我觉得特别震撼 因为有几百条狗 然后从车上已经卸下来了 然后放在笼子里边 等到走的时候 几百条狗 有个二三十条 没有人认领的 这个狗如果没有人认领 就被安乐的献查 然后我就营养回来一条夺木 给它取名叫苹果 那些狗贩子 它一车狗可能成本要十多万 然后它卖到东北 能卖到二三十万 截下来的可能有二十次左右吧 但是算上没截下来的 可能就上百次了 这个狗车不是像我们想的似的 就是特别偶然的 有一个是原来有每天 都有好多好多狗车 都在高速上跑 用动物的长相来决定 它们的生命的价值 其实是非常可笑 也是比较可悲的一些现状 很多人在选择动物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在心态上 准备好接受它的所有 它可爱的时候这样 但是巴头在医院里病的时候 可能我们住了两三个月的医院 一个是费用上的 还有一个是精力上的 你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 负这个责任 我觉得购买是让更多的猫 或者是狗 面临了更少的被爱的机会 与其说我们救助了一条狗狗 不如说因为跟它们的这个缘分 又有机会帮助我们自己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适应生活 包括去对待其他的生命 我现在就想 就是说维持现在的这个情况 我希望我在自己早以前 把他也都能送我 我就希望我能夺活几年 动物也能多小几年福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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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以后 把我那个眼角膜捐献出去 然后捐献给那些爱动物的人 让他们替我去看着这些动物 真的我就一直就这么想 必须热爱动物 我就放心了 等下一个他 为我逞强 等下一个他 陪在身旁 我们曾说过的话 去过的地方 他复刻也一样 是否这就不会 再感到慌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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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